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有看過最糟的媽寶是什麼樣子 你有遇過媽寶嗎 可能有可能沒有 I don't know So what is the worst example of a mama's boy you have ever encountered So mama's boy 也就是媽寶了 你就已經學會這個字了 OK 我要拿這個當影片標題嗎 先不要好了 來我看他們放大一點 可以 喔還不錯耶 這個放大沒有顯得亂七八糟的 下面就有了 God damn 好來看一下喔 我們看到多誇張的內容 I go to uni with a guy whose mom comes once a week for three hours for three hours away to do his laundry and cook him meals for the week His 26 year old wasn't even ashamed to admit that 好 他跟一個傢伙一起上大學 I go to 這個 uni就大學 然後他的媽媽 whose mom 我會發現媽媽這個字 像我們一般就 mother father 那 mother是短音的 mother 那father則是長音的 所以你不會把它唸成 mother 是mother mother OK 那既然是短音的mother的話 媽媽就可以變成 mom mom OK mom 所以他打mum 是很常看到的一個拼法 所以他的媽媽 comes once a week for three hours away 所以一次啊 一個人來一次 一次三小時 來幹嘛呢 Do his laundry 幫他洗衣服 然後替他煮一個禮拜的所有的餐 cook him meals for the week 所以一次煮一週 he's 26 years old 他已經26歲了 wasn't even ashamed to admit that 所以他甚至完全不會 有任何的羞恥心 來 來覺得這件事情是有什麼好否認 所以他 OK wasn't even ashamed 所以 這個ashamed的意思就是覺得丟臉 OK ashamed 我這裡做一個補充 所以shame這個字 基本上就可以是名詞 這樣子 動詞用法不是沒有 不過很少見 也說一下好了 像例如說 xshames y into什麼東西 就是我啊 就用 讓你羞愧的方式逼著你做一件什麼事情 好這個很少見 真的很少見 大概先不說了 那shaming這個詞 現在還蠻常看到 就是像例如說什麼 fast shaming 因為你胖 我就覺得 我就會取笑你 然後我就會讓你覺得 胖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fast shaming 或者像什麼gay shaming 也可能有 這樣子 OK 好所以shaming這個字 不要 像有的女生比較追求性自主之類的 slut shaming 也是很常看得到的 那這些都 我認為都是可以很明確的講 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不管你是左派 右派的 這不管了 回來這裡 那還沒有 shame我還沒講完 所以shameful這個字 跟ashamed這個字 就不一樣其實 怎麼用 你可以說 I'm a shameful person嗎 還是 I am ashamed If you are shameful you bring shame 大概是這樣 OK 所以shameful 多半拿來修飾事情 例如說你的行為很可恥 所以這行為會替你帶來 恥這樣子 恥度 聽起來怪怪的 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shameful act shameful behavior 可以 所以行為很可恥 那你做了這樣的行為 你就應該覺得自己很可恥 所以 you should feel ashamed of yourself OK 大家這樣懂意思 所以 ashamed這個詞 多半它就真的是只會用在人身上 很少用在事情身上 你不要跳舞語弊 你不要那麼用在狗身上 可以啊 你要是偷吃了主人的什麼東西 然後你回來罵他 然後那個狗就在那邊 不敢看你 你就可以說這個狗 正在feeling ashamed of itself 這也是OK啦 好 所以這補充完了 來 所以好 他甚至不覺得丟臉 承認這件事情 下一個又說了 I used to live with a guy like this his mom would come over once a week with groceries, toiletries, etc. do his laundry and replace socks and undies when he needed new ones when he needed new ones we were twenty and he barely knew how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t all 先看一段 所以他以前也跟一個這樣的家伙住 媽媽一樣 一個禮拜來一次 帶著什麼呢 grocery的意思就是 就是 柴米油鹽、薑豬茶這些東西 groceries OK 食物啦 什麼零嘴啦 這些都可以算groceries 那toiletry則是那一種 呃 盥洗用具大概是 OK 然後還會 洗他的衣服 洗他的衣服 然後替他換襪子 replace socks 以及他的undies 就明顯的就是內褲 當他需要新的的時候 所以這就是替換啦 更換他的襪子跟內褲 那他們那時候二十歲 然後he barely knew how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他完全 就 barely knew 幾乎不知道該怎麼照顧好自己 I also dated a guy in my early twenties 他那時候也約會過 非常約會 就是交往過一個對象 現在把他念完 好一樣 這也是個大麻寶 所以他說 二十歲的時候 交往過一個家夥 然後他幹嘛呢 拒絕替字衣買東西 refuse to shop for himself 而會等他媽媽來 and will wait for his mom to come visit 所以這個come visit 這種用法是OK的 come加一個另外一個原型動詞 好 所以來造訪他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country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可能 媽媽在LA 然後他在紐約讀書之類的 所以國家另外一端 to buy new underwear etc 來買他的新內衣褲 那下面這個就真的很像口語的英文 他就說 I be like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然後我就說怎樣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他就說怎樣怎樣這樣 所以他就說 and he be like 所以這個就是 somebody be like 什麼什麼 這個是很口語的很生活的英文 你要用我不反對 可是如果你是托弗亞斯的學生 千萬不能用 這個絕對不屬於 寫作裡面可以被允許的內容 好 所以然後他就說 so I be like BABE 甚至BABE這個詞 我知道一個比較新潮的寫法 就會寫成BAE 後面的另外一個B都不見了 BABE 這樣就可以了 OK How so I be like BABE these are full of holes 你的襪子內褲啊 一堆洞啦 所以你幹嘛不去買一些的 Why don't you go to the mall 你就去 shopping mall 那他在五分鐘而已 that's five minutes away 然後買一些新的 然後他就說了 and he be like ok oh no my mom is visiting in a few weeks 我媽再幾週就要來 然後他會替我媽這樣 eh sure ok 好然後下面這個回應我覺得不錯 因為有個詞我想講 他說像這樣的母親啊 真的會阻礙他們孩子的成長 所以這個阻礙他用的詞不錯 叫做hinder hinder 那他用完簡單 就是x hinders y 所以這裡說的就是 mom like these 像這樣的媽媽 really hinder their own children's growth 所以你看嘛 主詞hinder受詞 OK 那他的名詞很有趣 一般可能 像例如說hinder好了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變成ANCE的結尾 事實上很多名詞可以會變成 從其他的詞會變成ANCE的結尾 那你可能會想說ANCE就寫下去 啊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字的變化會變成 hinderance 會變成這樣子 OK 所以剛剛這邊的這個 dr中間的那個e不見了 變成了 所謂hinder變成了 不是hinderance 變成了hinderance hinderance 好所以認識一下 我很記得我以前跟一個朋友 在臉書上曾經有過一段對話 這段對話就是我在改學生作文 我說改的好痛苦啊這樣子 那那個朋友他 後來轉了方向不做英文教學 他去做口譯 那我相信他應該做的算不錯了這樣子 後來也去讀碩士啊什麼這些的 所以學歷又往上拉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現在在教英文 他說不教了 然後他也很討厭改作文 因為他認為改作文啊 會阻礙他自己的英文 OK 所以他 我很記得他說的是 I find it to be I find it to be a hindrance to my own English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句子 所以他認為改作文是一個 Hindrance to他自己的 English 這樣 好聽懂了齁 那我還是會改作文了 改下去 So feel sorry for their romantic partners because they're just going to end up replacing their mom and have to do everything for them 所以很有道理 所以他覺得很遺憾很 sorry 對這些他們的 romantic partner 就是跟他們交往的這些女孩們 或者不是女孩們 因為啊 因為他們只是會到最後啊 就只是取代他們的媽媽 然後來照顧這些人而已 Yeah sure alright 好啊 然後 你也知道 其實這段 光是這個討論看下來 我好像都還沒看其他的thread 這個thread就好精彩 You also know that this is the mom who will drive away every girlfriend for trying to steal her baby boy away 所以你也知道 這樣子的媽媽呢 就會把很多女朋友給趕走 drive away這些女朋友 因為他們幹嘛呢 因為他們要偷走他們的小寶貝 trying to steal her baby boy away and forever hold the delusion that her mediocre medium ugly son is the ultimate prize that no woman will ever be good enough for 喔這英文寫得真好 很難翻成中文 然後他們永遠就會 hold住一個delusion 這delusion就是一個幻覺 ok 跟illusion稍微做個比較 illusion這個幻覺 真的是你眼前所看到的幻想 而delusion比較像是 腦中的這個錯誤的想像想法 這叫做delusion ok 所以我可能覺得 我是世界上最帥的人 and that would certainly be a delusion ok 所以你就可以說 Paul your delusion you're not the most handsome guy in the world you know 醒醒吧 好所以delusion是這樣的意思 illusion是前面真的看到的一些幻覺 像那一種 那個 以前有一個人叫做 大衛考伯菲 David Copperfield 直接講英文就好了 他就把自由女神像變不見了 那這就是一種illusion 這不是delusion ok 所以這兩個字搞清楚 所以這些媽媽會永遠 就hold住一個delusion 是什麼呢 that後面紙句接下去 就是他們的兒子 我先把形容詞跳過不看 that後面接 他們的兒子 是最終的一個大獎 her son is the ultimate prize 而這個大獎是 沒有人 沒有女人是夠好可以得到的 這樣 her son is the ultimate prize that no woman will ever be good enough for 大家聽懂了齁 沒有女人會被 是可以 good enough for her son for this ultimate prize 加兩個形容詞很好笑 他的什麼樣的兒子呢 mediocre mediocre就是 平庸 ok mediocre 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過著 mediocre life 沒什麼好否認這件事情 我也非常的mediocre 所以 所以大家都不要自己 有這種self delusion 覺得自己很屌 好anyway 然後而且 除了mediocre之外 還medium ugly 中等程度的醜 medium ugly 的確啦 絕大部分的人 也就是一個中等長相 甚至medium ugly吧 長得好看的人多不多 說真的 從筆記上來出來 真沒超多對不對 然後下面的人就說 this is so so accurate 超超精準的 就他講的是他的 平庸並且中等醜的兒子 這個部分 so so accurate 很多人都是這樣 Alright 好下面的人講好長 這個好長的我就不想看了 我們看看再多看一個 A friend of mine once dated a guy whose mom helps me shave his balls Oh my god No way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No way Really Holy shit 好啦下面的人可能不看 不看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 他媽媽剃他 他的蛋蛋上的毛 是他媽媽剃他剃的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edit就是說 對於那些問我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的的 OK 很遺憾的是 No this is not fake This is true For real? I don't believe you 他寫了好長的解釋 我不想看 OK有興趣的自己可以去看 Alright 好這個再看一個就好了 所以 My ex pulled a real ugly face as a joke And I was laughing and said That's such an ugly face And he stormed out, went home and told his mom 好 他的前任 Pulled a real ugly face 也就是扮那個真的很醜的鬼臉 Ugly face 當成一個笑話 as a joke I was laughing 我就笑 然後我也說 And said That's such an ugly face 你這臉真的好醜 他就Storm out Storm這個詞一般來說是暴風 暴風雨 Storm OK 那Storm out就是像一陣風席捲一樣出去這樣 風就衝出去甩個門這樣 Storm out 所以他男朋友前男友就Storm out 回家 然後跟媽媽講 OK 告媽媽撞 A few days later I was at his mom's house And she said He's not used to being called ugly Well he's looking adoringly at him Even his stepdad cringed 好OK 幾天後他去了他媽家 然後媽媽說 他不習慣被叫醜 He's not used to being called ugly 同時間還很 Adoringly看著這個兒子 Adore的意思就是 你對一個東西感到很親睦 I adore Adore這個時候用在宗教層面裡 就是你親睦著上帝這樣子 I adore thee這樣 所以他就adoringly看著他兒子說 他不習慣被叫醜耶 即便他的季婦也非常的 cringe了 cringe這個字真的 這Reddit人很愛用 我超常講的 就是 覺得你 你的內心都揪在一起了 覺得不舒服 所以連他的季婦都覺得cringe 這樣子 Alright 下面人就出了 這真的是超嬰兒的 完全是一個巨嬰的行為 so this is some infantile shit right there so infantile infant這個詞就是小嬰兒 形容是infantile 所以這個是超巨嬰的 這樣子 Alright 下面還有 好再看一個好了 他有一個前任 I also had an ex who ran to his mama every time we had a fight 每次跟女友或者是 我真的都不能assume是女友啦 因為不知道性別的關係 誰知道他們是不是 不是就是兩性而已 但不管反正就是他有前任 然後他都會 奔向他的母親每次吵架的時候 his mom would usually poke fun of his whining the next time we came to dinner 所以他媽媽倒是會 poke fun of 就是make fun of OK 就開玩笑 所以你用make可以 你用poke也可以 poke基本上是搓 搓搓搓搓搓搓 所以媽媽會搓搓他這樣子 那有關於他的什麼東西呢 就在那邊這樣 這個動詞就是wine OK在那邊 外國小朋友 從小到小都只會wine 那等到成年一點才比較不會wine OK所以這個wine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中文解釋 反正就是 他怎麼 OK這樣就是wine 他說我很醜wine OK so this was all him not the way he was raised 所以這一切都是他的問題而已 好啦anyway看到這裡大概也夠了齁 所以這就是外國的馬寶 看了幾個例子 也上了一點英文 要不要複習一下 好了很快好了 mama's boy Alright 剛講過跟shame不要搞混 OK跟shameful也不要搞混 我不喜歡用這樣子的 就是很粗略的方式來做分類 可是 ashame通常真的只會用在活的東西身上 OK ashamed ashamedful的話則是形容事情比較多 OK比較多 OK比較多 好然後baby這個字已經可以被捨立成被 這樣子 hinder是阻礙 那他的名詞很有趣是hindrance 不是hinderance OK delusion是幻想 illusion是幻象 欸這還不錯 可是幻想會不會被你想成imagination 不對 OK delusion是不好的 OK 所以我自己以為我是前世間最帥的 that's delusion that's not imagination OK 那illusion則是幻象 看到的 那他是不真實這樣 那你可能會想說 沙漠上的那種 海事滲樓有沒有 那是illusion嗎 那另外有一個字 那個字叫做mirage 也就認識一下下 海事滲樓 好mediocre 平庸的 他有名詞mediocrity medium ugly 沒有看過這形容詞啦 但他創造的出來 我覺得蠻好笑的 中等寵 中等寵 storm out 是整個生氣怒衝出門 storm out adore就是很親目的 這樣子 adore 可是 adorable 我們常把它翻譯成是可愛對不對 OK啦 你爽就好 cringe就是不舒服 infantile 嬰兒的形容詞 infantile 開玩笑 make fun of something poke fun of something 都可以 最後在那邊 哀哀叫 wine wine 這個字跟酒是不是一樣的發音 差不多喔 wine wine 好像是一樣的 好 講到這裡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